我個人不覺得它侵犯了言論自由 因為TikTok首先分進TikTok 不是分進TikTok上某一個人的帳號 如果是分進某一個人的帳號 那確實是遷犯言論自由 但是它是說整個一個APP下架 可以換其他的平台 而且TikTok剛才我們已經談到 它對於美國對於西方國家 造成的潛在三點威脅 第一個是它的算法會被中共控制 這樣的話在一些關鍵的時機 中共可以利用它控制了TikTok的算法 來引導社會輿論 給西方製造更大的混亂 比如說在競選比較膠著的時期 它來控制影響大選 第二個就是說TikTok它本身作為一款APP 它是有信息收集的能力 它在後台運營的時候 我相信它是一定在採取身邊的聲音數據也好 或者你在直接使用的話 它可能會收集更多的數據 這樣收集數據的話 如果這樣一台裝有TikTok的智能手機 不管是安卓蘋果也好 出現在美國國防部也好 出現在安全國家安全局也好 這樣的FBI中心也好 這樣它潛在的是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 所以下架 分禁TikTok我的理解是從這個國防市場也好 是從那個App Store也好 把它下架 這並不是對言論自由造成的一些威脅 沒有分進任何人的言論 只是下架了一款對國家安全造成潛在威脅的軟件